11月选举南湾有不少延长征收房屋税的提案来资助地方学区 另外山景城也有两项备受争议的提案放入11月选举 温尔全报道 山景城市议会去年通过禁止在40英尺以下的街道 停放大型的车辆包括RV、船、大卡车等 不过一般认为这是针对该市日益严重等RV问题 因为房价高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住在RV 今年1月市议会通过决定将这项条例 11月交由市民决定多数票通过即可 2016年山景城选民投票通过一项严格的租金管制提案 11月选举该市提出市宪章修正案 修改社区稳定与公平租金法CSFRA提案规定 在收入中位数100%或以下的家庭才受到限制租金上涨的保护 当控制率等于或超过30%终止CSFRA 并在终止期间制定计划 包括对租金上涨超过7%不具约束力的调解 反对这项提案的人主张应该持续2016年通过的法案 Los Gatos任期限制条例建议市议员在连任两次 四年得任期之后不得在连续竞选第三任或被任命 四年空窗期之后可再参选 Los Gatos还有一项财政委员会条例提议设立财政委员会 来取代现行的财政委员会和销售税监督委员 圣塔克拉拉市提案将酒店税率由现行的9.5%提高最多4个百分点 升幅超过四成 仅有酒店客人支付 预计每年可增加700万美元 用来支付该市的多项基本服务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可能无法增加预期的税收 Polato联合学区更新即将到期的地方学校资助 每年836元的特别地税 延长6年 老人可豁免 预计可为校区增加1600万美元 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 南湾弗里马联合高中学区 更新现有98元房屋税延长8年 同样老人豁免 其他Loma Prieta学区 Campbell联合高中学区 今年也都有延长房屋税提案 26台记者万若全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 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APP或上网sbtv.ktsf.com收看